短篇科幻小说 圆圆的肥皂泡 圆著刘慈欣 一 很多人生来就会莫名其妙地 迷上一样东西 仿佛他的出生 就是要和这东西约会似的 正是这样圆圆 迷上了肥皂泡 圆圆出生后一直是一副 无精打采的样子 连枯提都像是在应付差事 显然这个世界让他很失望 直到他第一次看到肥皂泡 圆圆第一次看到肥皂泡时 才五个月大 立刻在妈妈怀中手舞足蹈起来 小眼睛中爆发出 足以使太阳星辰都黯然失色的光芒 仿佛这才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个世界 这是西北的一个正武 已经数月无语 窗外 烈日下的城市弥漫着沙尘 在这异常干燥的世界中 那漂浮在空中的绝丽的水的精灵 确实是绝美的东西 看到小女儿能认识到这种美 为她吹出肥皂泡的爸爸很高兴 抱着她的妈妈也很高兴 圆圆的妈妈放弃了还有一个月的产假 明天就要回实验室上班了 二 时光飞逝 圆圆 进幼儿园大班了 她仍然热爱肥皂泡 这个星期天和爸爸出去玩 她的小衣袋中就装着吹泡泡的小瓶 爸爸许诺要让妈妈带她坐飞机吹泡泡 这并不是吹牛 她们真的去了近郊的一个简易机场 妈妈坐飞波造林研究用的飞机就停在那里 那飞机让圆圆很失望 这是一架破旧的双翼农用飞机 估计是那个已消失的社会主义联盟制造的 圆圆觉得它是旧木板做的 像童话中的猎人在森林中住的破木屋 真不相信这玩意儿能飞起来 但就这破飞机 妈妈也不让圆圆坐 今天是孩子生日 你还加班不回家 让圆圆坐坐飞机 总能给她个惊喜吗 爸爸说 惊喜什么呀 她这么大分量 我要少带多少书种 妈妈说着又把一个沉重的大塑料包 吃力地搬进舱门 圆圆觉得自己没有多少分量 咧嘴大哭起来 妈妈于是赶紧来哄女儿 她从仍放在地上的一堆大塑料袋中的一个里 拿出一件奇怪的东西 样子和大小与胡萝卜差不多 头尖尖的 呈流线性 屁股上还有一对用硬纸板做的尾翼 看上去像个小炸弹 但却是透明的 很好玩的样子 圆圆身手去抓 但小手立刻又松开了 这玩意儿是冰做的 妈妈指着小炸弹中心的一个小黑链 告诉圆圆那就是树种 圆圆 飞机从好高的地方把这些冰炸弹扔下去 它们落到地上时会扎进沙土中 春天来了 冰蛋就会在沙土里悄悄地化开 化出的水 会让种子发芽 出苗 把好多好多这样的冰炸弹投下来 沙漠就会变绿 沙子就不会吹到我圆圆的小脸上了 这是妈妈的研究项目 它能使西北干旱地区 飞波造林的成活率提高一倍 孩子懂什么成活率 陈氏 圆圆 咱们走 爸爸抱起圆圆 气鼓鼓地走了 妈妈没有留他们 只是赶紧用两手 又捧了一下女儿的脸蛋 圆圆感到 妈妈的手比爸爸的粗糙多了 圆圆浮在爸爸的肩膀上 看到猎人木屋 轰鸣着气飞 她对着飞机吹出一串肥皂泡 看着它消失在沙尘弥漫的空中 爸爸抱着圆圆 走出了机场 在公路边的车站 等着回市里的汽车 圆圆感到爸爸的身体 突然颤抖了一下 爸爸 你冷吗 不 圆圆 你没听到什么吗 没有呀 但她听到了 那是一声沉闷的爆炸 从飞机方向的远方传来 隐隐约约 她几乎是用第六杆听到的 她猛地回头看着那个方向 在她和女儿面前 大西北干旱的大地 冷酷地凝视着苍穹 三 时光继续飞逝 圆圆上了小学 她仍然热爱肥皂泡 清明节 当她和爸爸来到妈妈墓前时 仍拿着吹泡泡的小瓶 当爸爸把鲜花 放到那朴素的墓碑前时 圆圆 吹出了一串泡泡 爸爸正要发作 女儿的一句话 使她平静下来 双眼 湿润 妈妈会看到的 圆圆指着飘过墓碑的肥皂泡说 孩子啊 你要做一个 妈妈那样的人 像她那样有责任感 和使命感 像她那样 有一个远大的人生目标 爸爸 搂着圆圆说 我有远大的目标呀 圆圆喊道 说给爸爸听听 吹 圆圆指着已飞远的肥皂泡 大大的 泡泡 爸爸哭笑着摇摇头 拉着女儿走去 这里 距几年前 飞机坠毁的地点不远 当年 自天而降的冰蛋 拨下的种子 确实都成活了 长成了小树苗 但最后的胜利者 仍是无边的干旱 飞波林 在干旱少雨的第二年 都死光了 沙漠化 仍在继续着他 不可阻挡的步伐 爸爸回头看 夕阳 将墓碑的影子 拉得好长好长 远远吹出的肥皂泡 已经一个都不见了 向目中人的理想 向西部大开发 美丽的梦幻 四 时光 继续飞逝 圆圆上了中学 仍然喜欢肥皂泡 这天 圆圆年轻的女班主任 老师来家访 递给爸爸一把 新奇漂亮的玩具手枪 说是圆圆在课上玩 让物理老师没收的 那把枪有个大肚子 枪管顶部固定着一个 天线式的圆圈 爸爸翻来覆去地看着 很迷惑他怎么玩啊 这是泡泡枪 班主任说着 拿过来一口班机 随着一阵嗡嗡的清响 从枪口的小圆圈上 飞出一长串肥皂泡 班主任告诉爸爸 圆圆的学习成绩 一直在童年级中领先 但他最大的长处是 有很强的创造性思维 班主任说 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到 思想这么活跃的学生 告诉爸爸 要珍惜这个苗头 你不觉得这孩子 怎么说呢 有些轻飘飘的吗 爸爸手拿着泡泡枪问 现在的孩子们都这样 其实在这个新时代 轻松洒脱一些的思想和性格 也不一定就是缺点 爸爸叹了口气 灰灰泡泡枪结束了谈话 他觉得和这个班主任 没什么可谈的 他自己还几乎是个孩子呢 送走了班主任 回到只有他们妇女两人的家中 爸爸想和圆圆 谈谈泡泡枪的问题 但立刻发生了另一件 让他不快的事 又换了一个 今年 你已经换了一个了 他指着圆圆挂在胸前的手机问 没有呀 爸爸 人家只是换了个壳嘛 看 这能给我新鲜的感觉 圆圆说着 拿出了一个扁盒子 爸爸打开来 看到一排鲜艳的色块 最初以为是绘画颜料一类的东西 仔细一看才发现 那是十二个手机外壳 十二种色彩 爸爸摇摇头 把盒子放在一边 我正想和你谈谈 你的这种 思想倾向 圆圆看到了爸爸手中的泡泡枪 一把抢了过来 爸爸 我保证以后 不再带去学校了 说完 他对着爸爸 射出一串泡泡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我要说的问题 比这神课的多 圆圆 你看 你这么大了 还喜欢吹飞灶泡 不行吗 不 这本来不算什么大问题 我是说 你的这种喜好 反映出了你的一种 嗯 刚才说过的 思想倾向 远远不解地看着父亲 这说明你 倾向于追求美丽 新奇 而虚幻的东西 容易对远离现实的幻影着迷 你的双脚 将离开大地 会将你的人生 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远远 看看满屋 漂浮着的肥皂泡 显得更迷惑了 那些肥皂泡 像一群透明的金鱼 在空气中 悠悠地游着 爸爸 咱们还是谈一些 更有趣的事吧 远远 靠到爸爸的肩膀上 语气变得神秘起来 爸 我们的班主任 漂亮吗 没主意 远远 我刚才的意思是 他显然很飘飘的 也许吧 我刚才要说的是 爸爸 您真没有注意到 他和您说话时的眼神 他好像被您吸引了耶 我说你这个孩子 就不能少想些无聊的事 爸爸生气地 把女儿的手 从肩上拨开 远远 长叹一声 哎 爸爸呀 爸爸 你已经变成了一个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人了 您这没有新鲜 没有好奇 没有激动的日子 用什么劲呢 还好意思当别人的人生教师 一个肥皂泡 飘到爸爸脸前 爆裂了 他隐约赶到了一小股 弱得不能再弱的 湿润水气 这场转瞬即逝的 微型毛毛雨 令他感到片刻的陶醉 不可思议 这竟让他想起了 自己遥远的南方故乡 他不为人察觉地 叹息了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 爷追逐过飘渺的梦想 和你妈妈 从上海来到这里 天真地把他西北看作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地方 我们那批建设者 用了那么短的时间 就让荒漠上 出现了这座崭新的城市 我们曾把它当作 一生的骄傲 想到 当离开人世之时 这城市 能作为自己的 没有虚度一生的证明 谁能想到 他不过是我们这一代人 用青春 甚至生命 吹出的一个肥皂泡 圆圆很吃惊 思路是 怎么是肥皂泡呢 它可是实实在在的 总不会 啪了一下就消失了吧 它将消失 中央 已经认可了 省力的报告 停止为思路市 饮水的一切规划 和努力 那要把我们渴死吗 现在已经是两天来一次水 每次只来一个半小时 正在制定一个 为期十年的拆迁计划 整座城市 将全部分散前移 思路 将成为现代世界第一座 因缺水而消失的城市 一个现代的楼兰 其实 曾让年轻的我们 热血沸腾的整个西部大开发 现在 已经变成了噩梦般的西部大开矿 谁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肥皂泡的 哇 太棒了 圆圆 欢呼起来 早就该离开这个地方了 一个平淡 乏味的地方 我真的不喜欢这里 迁移 迁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开始全新的生活 这多美妙的事啊 爸爸 爸爸 默默地看了女儿一会儿 站起身来 走到窗前 呆呆地看着 外面黄沙中的城市 她双肩下垂的背影 看上去一下子 老了许多 爸 圆圆 轻轻地叫了一声 父亲 没有回答 两天后 圆圆的爸爸 成为这即将消失的城市的 最后一任市长 五 高考结束了 圆圆 圆圆取得了全省理科 第二名的成绩 爸爸难得 彻底地高兴了一次 慷慨地 问女儿有什么要求 过分些也行 圆圆 冲她 张开一只手掌 五 五 五个什么 五块 雕牌透明灶 说完 她又张开另一只手掌 十大 太子洗衣粉 两手翻了一下 二十瓶白毛洗洁精 最后拿出一张纸 最重要的是这些化学药剂 照清单上的分量买 那些化学药剂 让父亲废了些事 她让一个在北京出差的办公室副主任 跑了一天 才买棋 拿到这些东西后 圆圆一头扎进了卫生间 在那里面忙活了三天 配置了整整一玉池的溶液 怪味弥漫在家里的每个房间 第四天 两个男生送来了她定做的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圆环 那圆环是用一根钻了许多小眼的长金属管完成的 第五天 家里早早的就有一群人来访 他们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摄像师 市长还认出了其中的一位漂亮女士 是省电视台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还有两个穿着华丽胡哨的家伙 自称是吉尼斯中国分部的人 昨天刚从上海飞来 其中的一位哑着嗓子说 市长先生 您的女儿 这地方空气真赶燥 您的女儿 要创造吉尼斯起路了 啊 好